本週兄弟與LAMIGO二連戰的第一場比賽 兩隊派出正凱文與哪位先發 前四局 雙方投手都能有效壓制打整 替球隊爭取音球的機會 但五局上 正凱文擋不住LAMIGO的一輪猛攻 單局被打六支安打 狂失五分 六局上 LAMIGO再度把握兄弟換投的機會 靠著四支安打 包括朱玉賢三分全力打在內 單局狂怪五分 繼續擴大旅行優勢 兄弟在最近表現火燙的黃軍生殷傷退場之後 雖然人局局都有攻勢 但是在LAMIGO堅固的防守下 反攻的戲演遭到熄滅 最終 LAMIGO靠著哪位六局失三分的優質先發 比十二比三 擊敗中信兄弟 LAMIGO拿下他們最近的一波六連勝 也讓他們持續穩走下半期冠軍